但袁萨大将和袁四皇的这个将皇同级理论 有一个人的表现 让大将这边黯然无光 他就是面子过失能力者 直接终止顶上大战的四皇红发 赤犬当时杀疯了 连科比这个逃兵他也要亲手拿下 但是红发一出现 直接制动赤犬 霸王色一出 这运科比 惊人的是杀红眼的赤犬 不但在当时被红发阻挡下的瞬间冒出了汗 而且在之后再也不打了 那是赤犬 能把赤犬逼成那样的人 目前来看只有红发 赤犬接到吴老星都敢叫嚣一下 再就是红发剧场版 黄元对上红发 从速度上竟然被红发碾压了 他释放的八指裙口鱼 红发瞬间全部抵挡 在黄元落地之时 已经架在黄元的脖子之上 那可是黄元以速度渐长 虽然黄元当时又是 所谓若无其事的表情举起双手 但红发的实力是真的强 所以在和大将的对决之中 四皇这边红发真的是太亮眼了 那从目前来看 除了红发的绝对实力之外 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 就是红发是一个潜在的天文人 而他天文人身世这一点 很可能也被这几个大将知道 所以赤犬在当时 没有继续攻击红发 更不用说会浑水摸鱼的黄元了 但总而言之 大将这边虽然对上红发 好像不占优势 但他们的实力 可能也没有机会完全发挥 而红发这边 除了绝对强劲的实力和霸气之外 他的身世 很可能也帮助他 能够压住大将一筹 好 好 好